各位朋友,現在是五點半 五點半,哇,飛機飛過去 聲音很大聲 我現在在大龍街夜市這邊 我剛過大龍街夜市 慢慢往老地方前進衝 今天比較晚出門 今天禮拜天 我今天算是個測試 比較晚出門 其實就是因為 我想說今天也就是個測試 講真實看看 那是禮拜天的單量如何 就是晚上的單量如何 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其實下午有下雨 我也算是在等它雨真的停 所以我看到 就是大概差不多四點半的時候 哇,不得了啊 天整個雲都散開了 太陽變超大顆 所以我就決定 好,那我今天就出門好了 出門測試一下 本來我都還沒打算要出門測試 因為下雨嘛 我想說下雨我幹嘛就 幹嘛出門呢 那就不要出門好了 對啊 所以 真的是 因為雨停的關係 那今天呢 禮拜天 算是我這個 第一次跑禮拜天 這個真的是第一次跑這樣 其實我有點忘記自己有沒有跑過 但是我印象這幾 就是這 至少這一陣子 這幾個月 應該是這一兩年 禮拜天是第一次跑 這樣 那我還不知道禮拜天的單量狀況如何 今天就存測試 沒有做太多的這個預設立場 這樣 絕對沒有想說今天一定要跑出多少 多少單 多少錢 完全沒有 反正就順其自然的跑 因為 我還 我還 就是沒有跑過禮拜天 所以大概要抓一下禮拜天的狀況 那當然 可能只跑一次禮拜天 可能還不夠 可能要多跑幾次 不過沒關係 今天第一次嘛 就是一個敲門磚 先敲敲看 看看狀況怎麼樣 再說 好啦 那我現在慢慢往老地方前進了 禮拜天 不知道老地方單量高不高 不曉得 不管如何 反正就是試試看 有事才知道 沒事不知道 好啦 那我要專心騎車啦 各位朋友 我接到我的開示單 現在是5點46分 大概沒有等很久 接到開示單 是歸季 歸季南溪店 所以我現在要去南溪店 歸季南溪店去取餐 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南京中山交叉口 那我要講一下我剛剛的所見所聞 我剛去民鄉園去取餐的時候 他的那個餐價是滿滿滿的還多出來啊 呵呵呵 看樣子應該是沒人去取 很多UBER的單這樣子 那我到了時候呢 我就 趕快把我的取走 然後他們又補了一單上去這樣 也就是說空間是位置是不夠放的 不知道為什麼 怎麼會這麼多人沒有去取 又或者是說 可能沒有什麼司機出來跑吧 這樣蠻有趣的 喔喔你是在幹什麼 好各位朋友 目前我在重慶北山 那我呢 就是 啊 重慶北山跟蒼奇加口 我剛剛把手邊的最後一單 送到這邊來 好 那這附近應該是沒什麼單 因為我送來這邊之後 就 沒有馬上想齁 這樣 其實我今天呢 呃 後來算是有點小無縫 喔這樣 然後 甚至還接到幾單 是怪怪的單 要把我往萬華拉 我當然不要去喔 萬華也開玩笑 所以我就沒去 那目前是8點 我跑了11趟 那 還算順利啦 還算順利 還算 幸運 我要講幸運會比較好 幸運幸運 幸運 avere沒想到齁 我就是 沒想到 這個跑起來狀況還不錯 順順還不錯 為什麼呢 因為我是5點半 大概5點半開始跑吧 現在才8點 5點、6點、6點、7點、8點 其實應該到8點半 所以現在我才跑了兩個半小時 兩個半小時多 那我已經達成10星300的 就是做到10星300 不能講達成 因為我本來就沒有預設 就已經有10星300的條件出現 還算蠻幸運的 那有個燙獎 是15燙 夏日有個15燙的標 那我有打算就是把它拼一下 因為想說反正剩4燙 剩4燙齁 那就把它試試看 應該很好達成吧 現在才8點 應該不至於到現在決定開始預設 這個試趟我要完成 只有8點、9點、9點、10點 都沒有 或是兩個小時才完成試趟 那樣就太誇張了 其實是這樣子的 我覺得有時候 我的運勢有點妙 無星插流流程 有星在花花不開 也就是說當我預設 希望怎麼樣的時候 它好像就不太容易達成 有點麻煩 所以我決定 就先不預設 沒有啦 所以我決定就是 好啦,預設啦 試趟要把它完成 但是 還是順其自然的跑 這樣子 我應該要過馬路 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寧夏路 跟這個哪裡啊 不管 我剛接到一單全聯 大同沿北店 非常開心 把它接起來 因為靜靜的 接起來 打開它的內容物一看 哇塞 高達37件商品 喔 果斷放棄 雖然說它這個價格還不錯啦 57塊 但是 因為靜靜的57塊 但是我實在是不想 它裡面有一堆飲料 別鬧囉 37箱咧 太多囉 那個讓勇者去接就好囉 我只是路人 哈哈哈哈 各位朋友 我目前在兒童醫院的外面 我剛剛就送一單到這附近 現在是8點55分 我已經 跑了15趟 也拿到了 這個 第三趟次的這個趟獎 這樣子 沒有錯 其實我已經有心理準備下禮拜這個 趟次 會提高 那就算了啦 因為我既然都是出來跑吧 對啊 那麼就隨便啦 提高我就努力跑 跑不到就算啦 跑得到就當撿到這樣 那今天就 這個 15趟加上趟次是 這樣子 唉唷 三清洞 韓石 2.2公里 可以接 接一下吧 其實我本來想說要 就差不多以為沒單了 沒想到還有單 這樣 因為我剛在老地方看到已經好幾位 大概差不多四五位的這個司機夥伴 已經在那邊等了 所以代表老地方那邊的餐應該變少了 這樣 所以我就想說應該差不多可以回家 不過沒想到 既然還有單 那就加減接一接 差不多 今天跑到9點半 9點半我就一定回家了 不要衝到10點了 沒有意義 因為 因為 前幾次 前幾天 衝很晚 沒什麼單 那就算了 好啦 取山 好各位朋友 現在在西門町 然後現在是9點48分 我剛剛就是打算要等到這個9點半 沒想到又這樣子多接了三單 四單 又多接了四單 結果又跑到19趟了這樣 今天就跑19趟了 剛剛應該還會再接到一單 因為我剛剛送給客戶的時候 結果不小心把它按掉了 因為那單靜靜的 收送都很近 那一公里內 收送一公里內 結果一個沒有注意我就把它按掉了 那就算了 緣分吧 現在是覺得48分 新門町這邊應該也沒什麼單吧 或許有單啦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覺得說也差不多了 可以慢慢的回去了 那我的打算是在這邊 不要啦 49分了 我就慢慢騎回去 然後維持上線的狀態到10點 那有單就看看這個單好不好 有沒有順路 不好不接 沒有順路就不接 大概是這樣 好啦 那麼 原則上來說 這個 今天跑起來 我的感覺 是OK 是OK 這樣 為什麼呢 因為 我看一下送哪裡 可以啊 順路了 我接了 我又接到一單 好啦 那我要去收餐啦 三媽臭臭鍋 各位朋友 我在這個 中孝東跟中山南北交叉口這邊 我剛剛送最後一單 到旁邊 真的是最後一單 因為我已經下線了 喔 那 今天呢 我完成了21趟 有拿到一個營獎 然後又多跑出了 這個 六趟 所以 明天禮拜一 我就只要 再順順的 跑個 九趟 九趟 那 九十 十一 對 沒錯 九趟 那就可以再拿 最後一個營獎 喔 反正就 跑一跑嘛 然後營獎拿一拿 大概是這樣 所以明天禮拜一 大家就可以順順的跑 大概是這樣子 那今天真的是讓我滿壓抑的 因為我一直以為 周日 大概 大概 可能沒什麼單吧 沒有什麼要叫餐 因為可能大家都下班了 出去玩了 就是沒上班了 不是下班 沒上班出去玩 沒有想到今天 就這樣子順順的跑 還可以跑出21趟 而且今天我還很晚出門 其實我 接到第一單的時候 已經是五點半了 這樣 給大家看一下我今天這個時間 這樣 今天我是 跑了四小時又46分鐘 這樣 那四小時又46分鐘 其實應該更短一點 是 剛剛最後一單等了 差不多快十分鐘 嘿嘿嘿 因為一直聯絡不到客戶 這樣子 所以 用四小時角度來算的話 不是角度 用四小時來算的話 就五點六點 六點七點 七點八點 然後八點九點 差不多就是到九點半 四小時 然後接下來就是到十點 現在是十幾分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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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但是上線時間 並不代表我接單時間 我還是要稍微講一下 因為上線時間 是五點上 大概五點多上線 但是我接到第一按 是五點半 五點半多 這樣 好啦 那麼 今天 禮拜天測試結果 是 我覺得還OK 還OK 所以以後 我禮拜天要閒閒沒事幹 可能我晚上也會跑出來吧 好啦 那麼 明天繼續